有了这个基础了,我们再来给他做一下拓展,怎么做一下拓展呢?我们来学一个不定参数传递,然后接着之前那种是直接通过时参传给行参,我们这一个我们再来换种模式,给他做一个简单一个提升 写个用口,好,姐在这里啊,那看着啊,假如我先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写了,这是啊,免得又大写小写一个,假如我先写一个 呃,cast吧,好,现在啊,看着也是有不定参数,怎么有不定参数呢,在这里面能看到你有不定参数的话,那就怎么写啊,还是就多个参数吧,args点点点,然后接着这种,好,不定参数,好,接下来呢,看着在这里面呢,我想这个参数 传给另外一个函数用,好,那现在你如果你要掉的话,我给你掉一下这个函数,很简单 那就不是以前那种吗,一,二,三 零个或多个吗,是,那接着就给他了吧,那怎么用的话,所以我们通过那个负群环就搞定了 好,那现在有一个情况就在于,我这里面最终就把这一个给了他了吧,也要紧接着呢 是这样的,我又有一个函数,好,又有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他也是个不定参数 好,我想传给他用,这就叫temp了嘛 就像说,我这个参数,想传给另外一个函数用,怎么来弄呢 那这种,一种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们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来一个,全部元素 传递给那个mifunc,好,全部给他传递 那这时候怎么写呢,是这样,你直接掉这个函数,要接着写一个args,后面写三个点 要这么写,这就先说,我把我的所有参数传给你 好,那我在这个参数的地方,我来看一下对不对啊 来一个,怎么样,负群环 然后i,这个i我不要了 接着我直接来个data 冒号等于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这个temp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一个打页 好,看着,就像传不元素,传给另外一个函数来用 我先看一下,编译运行看行不行 好,接着在这里面呢 呃,看到一个什么地方了 第六行,第六行的,哦,小写,sorry啊,小写一个rege 这边小写这个啊 好,紧接着这个data data,data,应该叫data,不叫temp 是用这个data放到这里面啊 好,看到了吗 好,这种呢,就是怎样呢 这种就像来说我全部元素给你传递过来 好,接着有没有一种情况 我只想 把后两个参数传给另外一个函数 传递给另外一个函数使用 好,一样一样可以没问题 类似 好,有另外一个啊,假如说另外一个函数 而且这个是第二个吧 好了,接着 你想这样的话,那同样不用想 我,我肯定是要调理吧 那按照以前的一个写法 如果我直接这么写 点点点,你就把所有的都传给他了 那现在我只想要后面两个了 那你在这里面就整了一个 在这边你要写一个防控号 好,写个冒号 好,接着写个冒号就代表着 这个是第0个 这是第1个 那我从第几个开始 第0个 第1个 从第3个 0 1 2 第2个 所以说代表的是 我们 我们 这个别写错了 这一个就代表着 从这个什么 ARGSR 开始 然后把 当然是包括本身 包括 本身 然后接着来开始 怎样呢 把 后面 所有 元素 传递 过去 好 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同样的这个我们在这边 来看一下 接着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好像不是这样嘛 最终我们发现一个是怎样了 结果是多少啊 在这里面我们的结果是 12 结果是12 好 我们先看一眼啊 我们发现是一样啊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啊 这一个 写 错位置了 等会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 再把这个应该是写到前面 写前面 好 我等会再说一个啊 等会再给他总结一个 我先看着 就说在这里 上次对了吧 好 写前面呢 是从2开始 包括后面所有元素吧 如果你在这里面写到后面呢 他是这样的 他是从什么开始呢 应该是把 应该直接什么 0到2 0到2 但是要注意 不 包括 这个数字2 不包括这个数字2 不包括数字2 然后接着这干嘛呢 传递过去 好 刚才那个写法的一个 但是这个领导啊 不是这个数字啊 是指你这个下标 下面的啊 这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不定参数怎么样传给另外一个函数来使用 或者说你指定前几个或者后几个给另外一个函数使用的一些用法 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这种不定参数字1 是那种不定的 是因为这种不定的 现在几个给他说了 这个下标 这个下标